阿里的声音 马上就来欢迎特别来到台湾宣传 今晚以后国际剧情李冰冰小姐 好的 冰冰在这个宣传期跑了许多的城市 那么特别在今天到了台北跟大家见面 本电影呢在9月12号 台湾是领先全球 跟所有的影迷们见面的 可不可以先简介一下您的这个角色 艾达旺 我相信所有《惡靈古堡》的游戏迷们 大家都比我还要更清楚 《惡靈古堡》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他在里面非常的冷艳 性感 然后又非常的能打 很帅心 我们先以造型来讲好了 这个造型就是一身红旗袍 然后勒的勒 然后利诺的短发 然后还得展露一样视野线等等 这一切的造型和高踏的稀泡 跟我们分享一下 事业线也有才能展露 您太客气了 您的事业还不错发展 多亏这条线 是吗 是 踢座里面也挤得满 勒得满惨的 紫胶可高 我们不需要挤 一切都是特别特别的自然的 恭喜 恭喜 那个箱还行吗 那个箱太行了 不重 在我的这个能力范围里不重 还可以 老米的比较重一点 真的 谁 你说谁 老米 我叫他老米 老米是米拉 米拉 在台湾他在叫他米拉 风力的米 我们是米 米拉 你叫他老米 我也叫他老米 那他叫你什么呢 老米 老米 我看米拉印象当中最记得 李冰冰小姐哪一个重点 来 请看我们的大屏幕 你好 我们是米拉尤巴菊 我非常抱歉 我不能在台北 去见你和明明今天 明明和我 明明和我做了最好的时间 在电视剧 她甚至给了我 真正的中国茶 和一大大大小的 东西 很奇怪 我实际上吃了 明明 谢谢 谢谢你 但是我们很棒的时间 我爱你 谢谢 谢谢米拉 特别烧来这段影片 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你们还是有很多打斗 帅啊 还有英华 还有一位秘雪儿 你们几位演员 这个过程当中还顺利吗 你应该应付得已吧 这些动作戏 顺利 很顺利 明明是要在戏里面 会有打我一下 他是不太好意思的 然后就是想用这个 有double位置的去做这个事 结果呢 做出来的时候 导演觉得不是很像 是 他也不像呢 我也不像 导演说我演的 像的程度 比他打得像好 因为他不敢用力 他不敢真的太用力打 就这样白白的挨合几次打 最后说明明 那实在对不起 我真打了 我说还是来吧 对 你早说嘛 对 就这样就真的打 打在后博港的位置上 真的很用力 是 你还得再三四下 然后你才ok 这样子 从轻轻的打到真正的打 是 所以你就知道你这个角色的问题了 艾达王就是艾达王的意思 你以为这是什么女英雄 你就是等着给他 我就说我今天问拜祝老师 你老提醒我 这不是艾达王 你们辛苦你了 我下次请把她的铁不山去嘛 这些都是难得的好来物经验 不过当然现在台湾这几年电影也特别蓬勃 您自己有没有关注一下台湾的电影 我一直很关注台湾电影 喜欢哪些作品或者是哪些演员导演 您特别想要参与呢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和尊敬台湾电影的 就是说台湾的电影人一直传承自己 台湾本土的这种文化 秉承了一种传承的责任 一直保留着台湾特有的一种 与港台内地不太一样的 文化和精神 特别特别喜欢这种 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文化滋养的电影作品 是 希望有机会 您也来参与我们台湾电影的演出啊 对啊 看台湾有那么多好的导演 我说了这么多 如果这些导演听见的话 夏威飞气的时候想着我 太贵做人一定一定的 那你片手可以算便宜一点吗 我不收钱 可以吗 你说的 对 我们现在是全部都记下来了 没事 不收钱 对 然后不来演 什么人不来演 不收钱我就不来演 不收钱还来演 还来演 好 太棒了 果然是一气相挺 好 最后BB 还有什么话对我们媒体朋友说 真的 我其实每一次来台湾都特别特别开心 我非常喜欢台湾 台湾是我的福地 在这里成就了我的人生 让我得了人生的第一个金马奖 希望有机会可以还来台湾 这一次来台湾就是因为205吧 所以谢谢各位的前来 也同时希望你们都喜欢这部电影 也希望台湾的观众也喜欢这部电影 是 再次谢谢冰冰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